微软 Windows 11 原生的人工智能工具 Windows Co-Pilot 想必不用做过多介绍了 在以前的视频中 无论是 Windows Co-Pilot 的使用教程 或者是 Windows Co-Pilot 激活工具 大家也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不过今天小妹要分享的是 如何在 Windows 10 上激活 Windows Co-Pilot 真的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要在 Windows 10 上激活 Co-Pilot 首先需要将系统更新到 Windows 10 Build 1904 5.2 3754 在该版本中有一个更新补定 KB 503 2278 它是激活 Windows Co-Pilot 的关键所在 如何在线更新 Windows 10 Build 1904 5.2 3754 首先要注册 Windows Insider 成员 成功注册之后 打开 Windows 10 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选择更新和安全 选择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 点击右侧的开始按钮 点击链接账户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 Microsoft 账户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户 选择 Release Preview 并点击确认 点击确认 点击立即重启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再次进入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设置界面 将右侧停止获取预览版本下面选项的滑快打开 下次安装微软发布的正式更新补定之后 系统自动退出预览计划 返回系统设置界面 选择时间和语言 在区域设置界面将国家或地区更改为美国 返回系统设置界面 进入更新和安全 打开 Windows 更新 点击右侧的检查更新之后 即可看到 Windows 10K B5032278 更新补定 补定更新完成之后 系统版本会更新至 Windows 12 HR Build 1904 5.2 3754 在 Windows 10上激活 Windows Co-Pilot 下载 Windows 10 Co-Pilot 激活工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 Windows 加2 键盘快捷键 打开运行 输入 RegEdit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然后导航到屏幕上显示的路径 双击右侧的 I S U S E R E L I G I B L 一项 将值从 0 改为 1 鼠标右键 点击任务栏 在菜单中选择 Show Co-Pilot Button 选项 Windows Co-Pilot 即会显示在任务栏系统通知区域 至此已经完成在 Windows 10上激活 Windows Co-Pilot 的所有步骤 如果对您有所帮助 请小伙伴们一定点赞并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哦